嗨 你好 这次是小林克的一个连招启动攻击的时期 小林克是就是飞行道具加上他是连招角色 对 小林克 卡通林克 林克当中可能连招性最强的一个角色是他 对 那如何使用他呢 我们一起看看 他的连招启动是当然是抓住 抓住下头之后最简单是下头空上 对 这个非常简单 初级玩家的话 下头成功之后就直接空上空上空上就差不多了 对 也可以的 对 就是这个之后可以先离开也比较建议 就是这样说先离开 然后开始飞飘回避这样的感觉来也可以 或者对说是不太喜欢近距离的角色的话 你可以这个说一直然后就可以防御 然后再次也可以对 或者你可以上踢也可以的 对 然后上踢 这个其实百分比低百分比就开始连招了 对 大概15左右这个时候你可以这样的感觉 更攻击 对 但是一般是上踢上踢之外一般是上踢 上踢 空后那样的感觉也挺好的 对 空后是一个连招比较好一点的攻击 空后 然后再次攻击 对 空后 空后两次成功之后你可以用上踢 空上那样的也可以的 空中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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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大概是空黑就差不多都会成功 这样对 对都可以空回来就可以开始连着对 跟大林克一样空下来抓住也可以 空下来上A 空下来上T 对空会抓对都可以对 所以这些攻击是一个小林克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连着对 相机下的时候你可以下T空钱呀 还有就是飞标大林克一样 飞标空钱 然后加弹加弹空钱 对这些 然后这些空钱全部有点没有自信的话 就直接空A也可以对 所以飞标加弹都是可以成功之后 试试攻击 对 那最后的是可以是这个 这个也是可以有特殊的攻击 但是这个之后低A 这个之后高百分比的话 像smash也成功了 这个是几下链 所以你可以有时候你可以留一下 就是百分比100左右 但是它是防御性的用途的话 肯定它是连着是不可能成功的 你看 所以一般是主动攻击的这个时候才可以成功 所以不会每次每次使用 大概有时候使用才对它 好那核心的连着是还是普遍 因为这个他的这个动作是就非常快 对吧 当然是地面的时候很近的话就开始连着对 但是一般是不太近的 大概这个空中的时候就是可以成功也是连着 就是这样来就开始连着对 所以就是普遍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连着攻击对 一般是普遍攻击成功 然后对手是会飞起来 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可以接近 然后开始连着对 如果很远的话 你可以先接近就差不多了 比较近一点的话 你其实已经开始就是空前啊 还有一些空还是空欸对 然后有时候空上币也可以充满 对 所以这个你是多多学习一下对 普遍还是很重要对 普遍和飞镖对 这个角色是更使用是飞行道具对 然后一直保持中距离 但是近距离的时候你突然用空A 比较判定优秀的攻击来攻击对 但是基本的速度还是这个来可以飞行道具对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连着启动这些攻击使用的话 还是刚才说的一飞行道具为主 来让对手反应起来 然后主要主要还是继续 让他反应 因为他是有飞行道具 最安全的方法来开始开始攻击 然后对手的反应是越来越小的话 你也可以适时是空A下来 可能他不能不能反应了 然后就成功抓 然后就开始就是一直一直抓抓什么的 然后就就还是对手想离开的话也可以 用普遍来一直一直追 还有韩币来一直一直追 这样来开始攻击是可能好一点的一个小灵子的起步 对 越习惯越要连交是会开发的 所以你可以多多试试各种各样的攻击对 这样的话可能小灵子更好玩对 然后攻击的那个鸡虾是还有空下这个空下也其实可以连交对 大概大概他是空下是可以直下的攻击之一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突然这样也可以 对 虽然不是间链 但是连交途中 呃相比的话可能没成功就麻烦 但是如果下梯的啊空下的话就是没成功也其实不是特别大的风险 所以你可以多多试试连交途中你可以试试空下 好 那这次就差不多就到 ciao